为盲人制作一款手机游戏 我刚听说这个事的时候 本来以为是噱头或者画柄 然后现实啪啪打我脸 他们不仅做出来了还是MMORPG 那虽然我很好奇他们背后的制作故事 但我想先实际体验玩一下才是关键 进入游戏 双击屏幕继续 然后理论上来讲 接下来我玩这款游戏就不需要睁眼 把眼睛闭上也是可以玩的 我尝试一下 现在已经把眼睛闭上了 然后试着去感受一下 有点像音效很丰富的文字游戏 还有听声编位等等的解谜探索要素 真的有点意思 感觉现在决斗 如果是常规游戏的话 可能是一个PV 请选择您的内称 嗯 巨蟹座神木音 安然的归罗莎 您选择了决准事 知爽的海报 收集确证 重新选择 创建决准成功 接下来您会听见火炉的声音 靠近它您就可以完成任务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去寻找交付的一个画面 听着火炉右边吗 就是这样 太坑靠了你 哪个门道也 要不要这样 双击完成任务 对上早饭 那为了照顾普通人游玩 这里还有字幕显示出来 真的是两边都照顾到了 OK 这门道那么值钱 这200个同币啊 国产巨蟹 国产巨蟹 我拿了宝剑 我能不能用宝剑 我为什么要左勾强跟蛇打呀 了解血量 左勾强 了解血量 左勾强 左勾强嘛 给他一拳 目标选择 国产巨蟹 来吧 目标选择 国产 左勾强 左勾强 他是我伤害了 那我就不给他吹飞了 长命锁是适合一样的 成就山寨巡物小友收获完成 请及时领取奖命 他可以领成就 等我再领了 到不及我已经 一条褐色单纹的蛇 什么又有蛇啊 很少见这么大的蛇 双机呼出快捷菜单 使用巡路功能完成 快捷菜单 你关注吧 巨型自动巡路 开始巡路 巡路结束 那其实这里最开始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 有声小说 或者说 盲人版的隐形索护者之类的 但我后来发现 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上下组有移动参锁 双机和NBC对话 或者和某物品交互 除此之外还做了 非常丰富的装备和养成系统 那巨型方面肯定是重点啊 但战斗相关也没有含糊 武艺也好 各种宝物也罢 提升功法战力 在这个世界中寻找奇珍异宝 才是高自由度的关键 那当然了 你如果说这游戏某某地方 有待优化 某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 我也觉得 一开始拿了破损的剑 然后伤了对敌人左勾拳 是有点搞笑 但这种细节问题 再让毛利体验到一个 真的能玩起好玩的游戏面前 我觉得真的可以宽松一些了 那我玩到游戏第一章 后半章的时候 游戏还给了自动战斗的选项 是的 他们连自动战斗都想到 然后还给了玩家 喊出招式增加威力的功能 我也试了一下 确实有点羞耻 那游戏部分先玩到这儿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 也就是所谓的 民运人 我去玩这个游戏的感觉 是非常奇妙的 一方面 在于没想到 真的可以闭着眼玩 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 如果是盲人在玩这款游戏 会是一个什么感受 那随着游戏进度的推移 当整个江湖 展现在玩家面前的时候 民运人和盲人之间的相遇 在一个游戏里切磋战斗 互动交友 又会是什么感觉 真的很奇妙 这可能是其他游戏 几乎都做不到的一点 那如果说盲人的江湖 是一路黑夜 那民运人的参与 就像是一道光照进去 在这个满是声音的世界 也要人生理想 也要剧情装备 甚至还能刻同一对CP 这种感觉 真的很奇妙 怎么说呢 去了解一个 曾经没接触过的世界 给予一些需要的人 情绪和时间 心里 肯定也会有更多的风景 我想 这就是迷茫相伴 活动的意义所在吧 那对此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 《听游江湖》公众号 参加科CP活动 获得更独特有趣的体验 听说盲人玩家声音好听 正好可以在游戏里认识一个 了解下盲人的世界 那既然这期视频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溜